啟示錄是一卷比較難明白的一卷書 而很多人看到啟示錄都很害怕 因為裡面講了很多的災難 事實上我們都... 啟示錄有些地方我們是不能夠完全明白 但是不要緊的 聖經有些地方我們不能夠完全明白 不要緊的 因為聖經裡面有些奧秘到到將來應驗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 但是我們明白啟示錄是叫我們更加預備 活世的時代是怎樣 活後的日子是怎樣 叫我們預備好去迎見耶穌回來 而事實上 聖經耶穌是有清楚講的 不只是啟示錄講的 耶穌是有講到將來的災難是以前沒有 以後都沒有的 這麼大的災難 所以這個都是很多人會跌倒的情況 但是神一定是保守所有真心信靠的人 神一定會保守每一個真心信靠的人 但是的確有很多人 當他一經過這個試煉的時候會跌倒 因為我們啟示錄裡面有些部分比較清楚 容易明白 那些地方我們不會全部都go through 因為第一章就講到 約翰見到耶穌 我們不會講這裡 第二第三章就講到 耶穌給七封書信給七個教會 這個我們都不會講 然後就 第四章講到天上去敬拜 我們都不會講的 然後第五章就講到 這個七印是沒有人配開 然後最後沒有人配開 約翰就哭了 但是高揚就是基督 他是配開的 開這個七印 從第六章開始就是七印 第一章就是有一匹白馬 其實是馬上的拿著公 面有冠冕至吉他 他便出來聖了又要聖 對於這個白馬 是有兩個相反的解釋 我都看過不同的解釋 有些就講到是基督 有些就講到是敵基督 事實上你這樣看他 他是形容不清楚 他沒有清晰去講出來 就講到到底這個是基督 或是敵基督 看他的表面 就應該是基督 就是看他的形容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是敵基督 因為後面那些都是災難 他就覺得這個應該是敵基督 但是也都可以是基督 為什麼不可以是基督呢 他是得性的 他是有寬面刺給他 所以我自己的經歷 我就覺得這個是基督 我想說這個 在啟釋裡講到有七人 有七號 有七雷 七碗 有四個七人 這個七人 可以說是比較普遍的災難 但是我們又不是想到他一定是一樣跟著他 因為第六印 剛剛讀完 就已經講到是公陽憤怒的日子到了 就是那些所有世上的所有的將軍父護 圍勞自主 都要掉那些岩石倒在他身上 就是他們要接受 見到神的憤怒 就是要接受神的審判 所以他又不是好像純次序 就是好像七人先 然後到跟著後來 因為他其實是有重複 在啟釋裡有七次講到耶穌回來的 其中第一次就是講到 第十二節那裡講到 你就見到 第十二節那裡我們可以看一看 這裡就講到 地大震動日頭變黑 將磨報滿月變紅將血 然後天上的精神就跌下來 好像無花果樹一樣跌下來 天上就來 天上就來 好像書卷被捲起來 就是整個天捲起來 那你沒有一個天 那你 你還有什麼地方呢 山頂海島都被 來開本位 就是整個地球好像 移動了 走了去 然後那些所有的人 全部的人都躲在山洞和岩石月 就說 向山洞和岩石月 倒在我們身上 將我們藏起來 躲避再高 做寶座者的面目 蘇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的憤怒 那些大震動了 常能站得住呢 就是 講到這個神的憤怒的大震 就 所講到應該就是 世的每日 就是這幾樣東西 講到世的每日 就是 天就沒有了 地又一路走了 而全世界人都面對神的憤怒了 而這個就是神的憤怒的大震 那這幾兩日都給我們看到 是 是耶穌回來的 那 但是呢 七印呢 是比較普遍一些的 就是 普遍到 饑荒啊 死亡啊 這些情況的 那 而講到七號的時候 就講到 這個世界很多的三分之一 就是毀壞的 七雷呢 就是封了的 沒得說出來的 七號 就已經又是講到世界每日 又是講到全世界的人 要受審貝的 那然後呢 就到到 七碗呢 就那些災難呢 就比 七號更加強的 它是 全部毀滅的 即是 和 和七號呢 是不同的 就我們就看得到 這個是一個進展 即是 是一個進展 但是呢 時間上 卻不是 順時間的次序 那這個 對於很多人來講 是比較困難一些的 那其實呢 啟示錄 我想幫助大家去明白 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知道它是 是將神的啟示 是 告訴我們 世界每日發生的事 那我看啟示錄 已經看了很多次 那我 我這段時間 我又更加專注聽啟示錄 即是 我一看的時候 我就 我有一個播放機 我又不斷在那裡 不斷在那裡 我亦都上網在那裡 聽那些 對於啟示錄的解釋 那我又自己去分析 即是 我已經 幾本聖經 我已經 將啟示錄 一直在錄 那 我來說 我是怎麼看呢 我是將這些 經文講了的東西 放在記憶之中 到有一天 應驗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些應驗中了 那有些是很明顯的 我知道 即是我們看得出它怎麼應驗 但有些我們是不太清楚的 好 那我們 現在看一看 這七人 就 第一個就是這個白馬 那 而我覺得這個是基督 有些人就說是敵基督 那我就覺得是 某程度都不是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他只是說到有些事會發生 那敵基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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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督又得勝 那他又得勝 那就是 兩天可以同時出現 不過後面是很清晰說到 敵基督的時間是有42個月的 好 那跟著呢 就是第二印了 我用回這本 這個聖經是 畫本的 OK 好 跳到第二天 第三節 跟著第四節 有一匹馬出來 這個都很明顯的 其實 啟示錄說很多東西呢 他 有時清晰解釋 我們就會很明顯知道 有一匹馬出來是紅色的 就有權命賜給他 騎馬的 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幾次相殺 又有一把大刀刺給他 那這個就是第二印呢 就是 是甚麼 戰爭 雙殺 是吧 那這個就是一個普遍的一個情況 其實 你又可以說過 這些 其實 好像經常都發生過 不過呢 這些又很明顯 在末後的日子 是更多發生的 就是這個 七印所講的事情 都是以前有發生的 不過呢 以後再更加發生 第五節 三印的時候是甚麼 黑色 黑馬 然後呢 他就有甚麼 天平 天平 就說了 一錢銀子買一星墨子 一錢銀子買三星大脈 由何酒不可租賊 那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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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說到這個 饑荒 可以說是饑荒 第四印是怎樣 灰馬 灰馬 就是 用刀劍 飢荒 瘟疫 死亡 和野獸 殺害人 地上人的四分之一 那這裏所講的 應該就是指到 在末期的時候 會有 很多人死 如果說 整個世界歷程 已經重複又重複死了很多人 所以這不是指到 普通的世界歷程 而是講到最末期的時候 然後第五印呢 就比較特別一些 第五印就講到 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的道 和為作見證 殉道的人 那他就大聲叫 聖結真實的主啊 你不審活著 地上的人 給我們身流血的淵 要等到何時呢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接著有白衣賜給他們 就對他們說 你安息一會兒 等到一齊作服人的 和他們的弟兄也將 他們被殺 滿足你的數目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 這條經文講了些什麼呢 事後地道 因為數目沒有滿足 是的 數目沒有滿足 即是代表 即是代表什麼 繼續有人死 繼續有人死 直到什麼 直到什麼 對 直到這個數目滿足 即是說 是有一個數目的人 是會信到的 而他又講到 到那時候就會生冤 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呢 審判的時候生冤了 所以就是說 在末日之詞 末日要來到 我們曾經講過 封音要傳遍 第二 第二 祈禱 聖經在啟四路第五章八節 就有講到 四會蜜和二十四長老 就虎虎在高陽面前 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 這個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 就是講到這個金的香爐 裝滿了聖徒的祈禱 然後就在後面 八章三到四節 這個祈禱獻上給神之後 就開始有活勢的災禍的開始 所以就是 第一樣就是 歡欣傳遍無天下 第二樣就是這個 祈禱的 墳的數量 滿了 這個香爐滿了 而第三 在這裏講什麼呢 殉道的人的數目滿足了 然後耶穌就回來了 我們看到 就是這個世界 的而且確是會有殉道的 而神是有一個時間 但是有些人聽到 我不知道大家會否聽到 覺得好像很害怕 死了 哇 殉道的人 那怎麼辦呢 第二天我也要殉道 那怎麼辦呢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知道 就是神一定會給我們力量 如果你是被揀損殉道 其實是有福的 因為那些人是 其實在聖經裡面 其中有講到一群人 就是有很多人 從各方各民各國來 穿著白衣的 即是在啟少禱講到 有三群人 一群就是以色列 另一群就是有很多人 從各方各民來的 那些人就是在大災難中死的 是殉道的 然後有第三群人就是 高揚去到哪裏 他都跟著他 那些人是無瑕疵的 是沒有尖染婦女 這裏所說的尖染婦女 未必說他沒有結婚的 應該可能是指 他是沒有尖染偶像 或者他是專心愛神的 他口中拆不出謊言的 這些人呢 高揚去哪裏 他就跟著他去的 即是有三群人這樣形容到的 其實在主裡面 為主受苦的人是有福的 我希望大家衝破到這種觀念 就不要害怕 因為到時 聖經有講到 聖靈會親自指教你 當他講甚麼說話 即聖靈會教你講甚麼說話 如果他教你講甚麼說話 也會給你力量 你會經歷到 從來未經歷過的能力 你會由一隻貓仔變成一隻女虎 很有能力 很有信心 能夠為神做很大的事 所以這個第五印 就講到 有很多的靈魂呼叫 然後他就說 何時 善害身瘀 就等到這個 殉道的人送門祝 然後第六印 大家看看第六印 你覺得 是不是聖經每日 現在不是聖經每日 第六印的時候 就看見地大震動 第十二節 日頭變黑象無報 月滿月象變紅象血 星神聚落 好像無花果樹 然後天象羅兒 整個天就走了去 天都走了去 好像書卷被捲起來了 整個書卷被捲起來了 山領海盜都被羅兒離開 本位 那些山、海盜都走了 即是香港還有沒有在這 香港是甚麼來的 海盜 山領 山領 不只是海盜 山領都走了 即是山、海都走了 好像整個世界走了 你可以這樣說 山就走了 海盜就走了 只剩平地 即是山就走了 太平山就走了 但中環就不走了 太平山走了 中環也應該走了 整個世界都沒有了 是的 應該整個世界都沒有了 但為甚麼藏在山月和岩石月呢 整個世界都沒有了 OK 這個是他嘗試 即是我們走的時候 即是這個 即是找… 找… 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躲起來 而他們是躲避 他們的助寶助者 即是天父 以及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的憤怒 大日到了 這個… 這個憤怒大日 應該就是講到 神的審判的日子到了 即是這個是世界末日 是否世界末日 你覺得 這幾樣東西說了 天就跌下來 天就跌下來 星就跌下來 天又走了 沙嶺海都又走了 全世界的人 他説 維奴的自主的 即是甚麼人都包括在內 全部的人包括在內 都要躲避羔羊的憤怒 羔羊憤怒的大日 那這個是不是世界末日 已經是 所以第六印已經是世界末日 所以啟示錄並不是很多人所說的 是他們以為是順時間次序 所以解釋啟示錄就產生很多問題 我們一會兒上課的時候 我們會再看 不過因為 要看的經文很多 我們一會兒沒有空 逐節逐節讀 那就讀定一部份 等大家開始準備 即是我們每次都會讀定一部份 好了 看到這個 即是說 原來啟示錄七次 我一會兒會把七次都列出來 講到耶穌回來 即是這個 啟示錄可能是從七個角度 這個是可能 用七個角度去看耶穌回來 希望大家開始去更加去明白 去看啟示錄 因為啟示錄的也 確實有些部份是比較難明白的 難明白的 不緊要 到了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怎樣應驗 那我今天都講出一些 即我應該說這幾堂 我都會講出一些 即那些困難的地方 還有不同意見的地方 其實你 你上網看 你一看那些啟示錄 看那些 和啟示錄有關的 行為壞可憎的 這個人呢 英文叫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即是一個 abomination 一個蝕毒的 但它是 是毀壞的 即是它是蝕毒 所以是可憎的 而它帶來很大的毀壞 這個都是很多人 辯論的一些題目 以及關於敵基督 那我都 今次我再搜集了更多 經文關於敵基督 大家都可以把這些 寫下放在記憶裡面 然後呢 這幾個禮拜 盡快看完啟示錄 幾次 看完又看 最好把這本啟示錄 把它mark了很多 當你看完這幾堂 你就會明白多很多